每個人都是一個隱藏技能 不用教都懂 用得好就可以 心想事成 美夢成真 美滿人生 但亦有可能會烏克人爭 這個技能就是 詐嬌 Yeah 你屬於哪一種? 為何有時候詐嬌會這麼刻人爭 是因為詐嬌和詐騙 其實是一線之差 他們的共同點在於 都是想找你笨 小時候女同學跟你詐嬌 阿琪 這條題我不懂得做 不如你幫我做 大過時女同事跟你詐嬌 阿琪 這份賊說人家不懂得做 你幫我做 當然 最高境界就是女神跟你詐嬌 琪琪 人家不懂得起樓 不如你買一棟給人家 當然 如果你完全不介意被人找笨 而且自己本身也很差有錢 那 Yeah 做個朋友吧 不過 就算你不介意什麼 但是被女生詐嬌 是有風險的 明明大家都不太熟 一天都在這裡 嗲來嗲去 不過女生是資家 好地地不行 我單身 我單身沒所謂 還挺享受的 還不是更好 但是 若果我有女朋友 那不就隨時被你搞到家邊 你莊重點啊 茂莉 這份劇本 可不可以幫我寫了它 不是那麼好的 麻煩你了 也是不好的 那麼好 你現在挖在這裡幹什麼 蛤 沒有啊 賤 很多人以為只有女生才懂得詐嬌 你錯了 事實是男人老狗都會詐嬌 而且還尤其噁心 一知道你買了新遊戲 馬上就像一條線紙買來 茂莉 借給人家玩一下吧 不借啊 你自己買吧 嘩 你借給人家玩一下嘛 又沒什麼損失的 你嚇死啊 如果你有一個整天詐嬌的兄弟 千萬不要猶豫打他 是真的 其實我一向都很注意自己的措詞 我怕自己說得太白會傷到別人 只不過 在本期節目裡面 我真的不得不說 詐嬌 是要漂亮 還有得意的人才有作用 如果閣下的顏值 排不到班裡面的前十 那我勸你 都省一口氣 就搞這麼多東西了 而且 講到底 詐嬌叫人幫忙 不就是偷懶 在現在這個社會 人人都這麼獨立 個個都說拼搏 你就整天詐嬌 我怕你詐得多真是爆炸 況且 整天想起新招數在詐嬌 不如將時間用來用心賺錢吧 一定你會知道 一隻二隻 懶泥符不上臂 一個拖過 一個妝都沒化好 不要化了 你說你們啊 看看吧 每期十萬以上的點擊 只有我雞翠那麼多點讚 你說 該不該罵 殘不殘愧 是呀 喜歡我們節目的 就點個讚 是呀 喜歡我的 就點個讚